还有大家关顾是今年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预计暑期就要在台北登场了 不过就在总统赖清德宣布就职之后 中共发动一连串的温攻武嚇 包括这两天又发动围台大军演 种种的事件串联起来也让议员们质疑了 这样的时期点怎么适合举办双城论坛呢 被问到这样的情形 蒋万安市长则回应 他谴责共军的围台军演 但也会秉持对等尊严 善意互惠四大原则 办理双城论坛 去年八月台北市长蒋万安率团 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 和上海市长龚正互动热络 今天暑假换在台北举办 但五二零总统就职后 中国随即展开围台军演 这样要如何和平争取双赢 像站在台湾人民的立场 我们绝对不接受生活周在 有任何军事演习 我也表示也同样希望 呼吁对岸应该要 有所克制 蒋万安生命绝不接受 身边有任何军演 但中国军演已经展开 更直接挑战台湾防空识别区 议员质疑双城论坛 还办得下去吗 我们从二零一年一直举办到 现在的双城论坛 我们都会依法依惯例来办理 同样的也一直秉持着 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来进行 打出了四大原则办理 但除了军演 中方态度恐怕也需要蒋万安商神 因为过去中方代表 层级几乎都是副市长 要是这次来访层级太低 对等尊严恐怕就会让对方践踏 由于现在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 还是台面上官方唯一的一个交流平台 所以就我所知道 蒋市府还是会向中央依法 一规定来提出申请 连上海市长到底看得到 看不到都还是个未知数 蒋万安市长 不但不去批评对岸的流氓行径 甚至还坚持要举办双城论坛 台湾释出善意以交流民意举办论坛 却面临对岸围台军演 如此诚意恐怕台湾民众也不会买单 记者综合报道